太空中的宇航员由于摆脱了地球的引力 处于失重状态 悬浮在空中 但在地球上 地心引力是阻挡人们实现空中悬浮的最重要原因 由于地球的吸引 任何靠近地球表面的物体都会自然下落 而我们只有找到了抵抗物体重力的反方向力 使之达到一种平衡 才可以实现悬浮的目的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力可以与重力相互作用 达到二力平衡的状态呢 热气球是一种常见的载人悬浮飞行工具 现在 在很多景区 人们也可以乘坐热气球 悬浮高空 欣赏美景 甚至还有人乘坐热气球实现了环球旅行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的验证者将乘坐热气球进行一次空中悬浮体验 本次实验 我们选择的热气球宽18米 高21米 热气球的气囊是由强化尼龙制成 中间使用缝合线加固 强化尼龙不仅材质轻 非常坚固 而且耐高温 是制作热气球的最佳材料 在气囊的下摆处还涂有特殊的防火材料 防止气球在加热过程中被点燃 我们想要热气球升空就要先给热气球充气 工作人员用风扇向热气球内吹入大量的空气 直到充满整个气球 当气球被吹满空气后 可以容纳2300立方米的气体 大约能够承载四人同时升空 为了让热气球升空 我们需要打开点火装置 对球内空气进行加热 现在大概的咱们高度是473米海拔 这样咱们飞起来咱们看看能飞多高 好吧 好 那咱们现在开始起飞了 开始起飞吧 好 徐强连这个速度非常快 飞的速度 其实不是慢 它上升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直升飞机也追不上 它上升速度要比直升飞机还快 对 因为它是直线的 直接上升 而直升飞机也要有一定的 有的速度起来 对 刚才咱们上去的高度是473米 现在你看 到490米 在教练的操作下 验证者乘坐热气球升到了空中 热气球是如何摆脱重力作用 成功升空的呢 热气球之所以能够升空 其实与氢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利用空气浮力 来抵抗重力 热气球上面都装有燃料罐 燃料罐里装的是饼丸 就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天然气 用燃料对热气球中的空气进行加热 我们知道热空气的密度 会比气球外的冷空气的密度低 所以热空气不断上升 周围的冷空气也会对热气球产生一个浮力 由于浮力 由于浮力热气球产生了一个上升的拉力 成功抵消了热气球和人的重力 就升上了天空 空明灯被认为是热气球的鼻祖 它发明之初主要用于传递军事信号 现在人们渐渐将它制作为工艺品 用于祈福许愿 空明灯与热气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都是依靠加热空气 从而产生的向上的升力 当作用于同一个物体上的升力与重力 大小相同时 便会达到平衡状态 实现空中悬浮